现在时间12月16号早上的10点50分 我们看今天早盘整体市场走出一个震荡性的行情 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分时结构图 我们看今天早盘走出一个低开之后的震荡 走高性的行情 目前上证指数已经是翻红了 深层指目前还没有翻红 创业板指下跌1% 我们再看一下目前正在运行的恒生指数是上涨1.13% 同时恒生科技指数是上涨1.68% 在昨天欧美市场整体是以普跌为主 今天的中国资产却是强势的翻红 为什么 主要的原因就来自于我们在今天早评也重点强调 我们的高层对于明年经济实现整体性好转是有信心的 同时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一重磅表态 这也就给了我们中国资产整体震荡上行 做了一份背书 以及北向资金目前净流入达到10个亿以上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板块上 房地产板块建材板块 这其实我们在昨天重点强调 关注一些房地产基建 还有像中字头今天会不会带领指数 包括是大金融板块 保险目前上涨1.34% 银行上涨也是超过1% 包括证券板块 值得一提的是酿酒板块 现在是上涨0.20% 我们在昨天的五评重点强调 是以离场为主 11月22号建议进场 从11月22号进场到昨天离场 我们看到回报率是超过15%以上 达到18% 是在18个交易日 目前其实我们要重点看大金融板块的态度 回到上证指数日线结构图 我们看一下5日均线10日均线20均线30均线 目前我们看到正好是在这个咖啡色20均线处获得支撑 上一轮的低点 我们看到是在30均线3130点附近形成了一个支撑 好我们看一下从高点到低一点 也就是从11月16号的高点到11月28号的低点 9个交易日 对吧 整体是下跌 同样我看到从高点到今天低点的话 是8个交易日 所以说从目前时间上而言 调整周期是相对应的 对吧 这是其一 其次政策是给行情背书的 对不对啊 其次政策是给行情背书的 以及外资目前正在干什么 加码的进场买入这一点很明确 所以说后市我们仍然是积极看多 就像我们在近期的强调的是重板块 我们重的是什么 证券板块和汽车整车类的 当然酿酒板块我们已经选择了高炮 已经超过17%的涨幅了 还不炮等什么呢 目前我们就是积极看多大金融板块